今天要讲的是十月最爱 我一直在想这个开展白到底要怎么开始 大家都喜欢在入正题之前讲一段什么什么话之类的 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话要讲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一个身体乳 它是伊莎白亚顿含家的绿茶身体乳 这一支呢非常的保湿做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温 我当时买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 我试了它在我手柄上试了它 然后我觉得味道真的好舒服 然后我就觉得很享受的那种 有一点点可能说是什么old lady那种的感觉 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太夸张 也不会太说太厚重这个味道 然后而且它香味持续的很久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洗了澡然后擦上这个 然后等到你明天要洗澡的时候你脱下衣服 你就觉得身上还是这个味道 然后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第二个要讲的是多芬的这个护发素 它应该是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急救之类的 它是for damaging solutions 我觉得这个很好也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好闻 然后呢的确是帮助了我这个发烧 我这发烧真的很干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又烫过又染过这一截 然后现在就是新长出来的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头发 没有烫鬼没有染过就觉得很舒服 但是发烧真的很 我真的要找机会把这个这一截给剪掉 Anyway 这个呢真的很好地帮助了我这一截 就是它很滋润 然后可以护理 很好的护理 damaged hair 就是受损的头发 下一支要讲的呢 是Edute House爱丽小屋 他们家的这一支眉笔 这个眉笔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因为它非常便宜 然后呢颜色也还好吧 我现在就就是用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一支 然后它呢是这样转出来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小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啊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之前一直在用的是 ZA他们家的那一支 也是类似这样转转出来的眉笔 然后那一支呢就是圆的那种 像那个铅笔芯一样的那种 然后这个呢就稍微做了一个三角形 我觉得两个用起来区别也不大吧 但是就是因为便宜又好用 所以呢这个月真的很喜欢它 下一个要讲的呢是 我买的有点久了 这一支是资深堂的 一个眼部打亮的一个 这应该叫什么 怎么说呢 Share Eye Zone Corrector 就是眼下提亮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它是鼻尖 它是一支笔啦 然后也像有点像那个YSL 他们家的那个提亮笔一样 就是这个头部呢是毛状的 然后从下面你呢产品就会出来 它呢味道也非常好闻 就有点像小时候 偷偷用妈妈的化妆品的那种味道 知道吗 就很熟悉的一个味道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有点像cream一样的 就是有点像霜状的 它不像就是YSL的那个明亮笔呢 就是很水润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是稍微比那个再厚重一点质地 但是呢 我为什么今天才拿出来讲呢 因为这个快用完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点舍不得 如果再让买它的话呢 可能不会 但是呢 用完了以后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呢 嗯 下一个最爱呢 就是Bobbi Brown他们家的这一支腮红刷 这是一支山羊毛的刷子 也是我这个月才买的 我买这一支呢 也考虑了一段时间 因为它价钱也不便宜 然后我手上也有足够的腮红刷了 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我觉得不后悔 确实很好用 确实很好用 毛很软很密 然后呢 它可以占取适量的散红产品 然后呢 非常适当的上在脸上 不会觉得很突兀 然后呢 也可以 这个毛也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熨染开 非常好用这把刷子 下一个要讲的呢 就是我现在嘴唇上用的这个 来自Mac他们家的Lady Danger 这一支也是 也算是大名饼饼啦 一个名牌产品 我在YouTube上面 看到很多YouTuber 就在讲这个Lady Danger 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哇 然后当时我看那些swatch 我看到那些人用在嘴上也好 背 手背上也好 我就觉得很吸引 但是呢 就觉得这个颜色太不日常了 我就一直没有买 也是这个月初的时候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经过他们的柜台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我就爱上了 它是一个哑光的质地 怎么说呢 就是它可能比一些其他的 有些很滋润的唇膏 相比会很干 然后有人说它可能会 凸显你的那个唇纹 但是呢 用这个之前 我要说的是一定要用primer 或者说是用你的唇膏 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干 真的会凸显唇纹 然后呢 还有要跟大家讲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颜色呢 可以像我这样就是 全部的 我是全部以点的方式 因为它实在有点干 如果你这样抹的方式的话 那个唇纹马上出来 而且就觉得特别干 然后如果以点的方式呢 会好一点 而且它非常上色 就是我轻轻点点点点点 然后它那个颜色就 就很显色了 而且呢 也可以用它来做 咬唇妆啦 就是里面上一点 然后抿抿抿 然后就用手指把它晕开 就不用像我做视频的这样 就整个嘴唇上 全部都是 这个 Lady Dinger颜色 不过呢 确实很好用 我很爱它 很喜欢它 下一个最爱呢 就是Body Shop 他们家的这个 Vitamin E的一个面霜 算是插播一下了 讲着彩妆 突然就冒出一个 Skin Care来 不好意思啊 就有 今天的那个思绪有点乱 但是呢 这个真的 很好用 我觉得味道很好闻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盖子 怎么说呢 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 可能是小时候 用了一些宝宝霜之类的 那种 那种Vitamin E的味道 你知道吗 味道很好闻 然后我只是在白天用它 保湿呢 也做得不错 而且我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 好像这一个才10欧吧 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进了一个 这个已经是我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很好用 下一个要讲的呢 是一个支架油 来自欧莱雅 他们家的 也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个颜色 其实呢 我没有想过 我会在我的最爱里面 提到支架油 因为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呢 我很少 就是不是很少 是不能用支架油在手上 所以我的支架油很少 而且呢 都是上在我的脚指甲上 我只有说 放假的时候 可能会涂在手上 然后就觉得 啊 享受一下 我现在放假了 然后手指上 用支架油 就觉得很女人 但平常上班的话 我是不能涂支架油的 但是这一支呢 真的是 达到了我想要的那种 就有一点深红色 酒红色的那种效果 而且很好用了 我觉得很好上 下一个要讲的呢 是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一个 小喷雾的一个瓶子 它是装香水 大家应该已经见过了 我这个是在免税店里面买的 当时我买了以后呢 我就 而且当时买的时候呢 我觉得确实 花多一点钱是有必要的 我买的时候 他就跟我 我就结账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你可以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香水 然后我们给你放进这个里面 然后我总觉得好好啊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当时我没有买 一直想买 但是又没有买的一个香水 然后他就给我装满了一个瓶子 它是从下面这个喷头 这样这样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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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然后很方便呀 就是你随时装在包里 然后如果到下午的时候 你觉得把你用的香水 有点味道有点淡了 然后你就用这个喷一喷 然后很方便 很小巧 我要讲的一个是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这样一个盗版的 就是我在eBay上面买的 这个好像还不到一欧吧 然后很便宜 当时我看这么便宜 我说买一个吧 因为这个确实非常好用 我说买一个 看看那个便宜的 到底有什么区别 结果我就发现了 确实便宜 我好货 这个不到一欧 然后喷的很难喷出来 总之就是很难用 很难摁下去 然后喷也是喷得乱七八糟的 就不像这个喷出来的 那个那么那么那么 fine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喷物瓷 就是很均匀的那样喷出来 然后这个你就一喷 你就发现 有的地方好像要多一点 有的地方又没有 然后就很乱七八糟 然后这个就 大家可以不用去买这个了 买就买正版吧 好下一个要讲的呢 是一个纯布的物理产品 CarMix 这个快要用完了 所以我想拿出来讲一下 我刚刚开始用它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我对它有敏感呢 因为我上到嘴唇以后 我就发现有 有点 我的嘴唇 好像有 有波动的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就觉得有点是 微辣微辣的一样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是它里面的某些成分 在起作用 然后之后我就 慢慢慢慢 就发现其实这个很好用 就是很滋润 确实很滋润 而且很方便 放在包包里 然后你随时想要补一下的话 也很方便 好了 最后一个要讲的 其实是一个想不一样 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睫毛膏 这一支呢 确实非常好用 这个浓密这一块做得很好 而且就是厚的 怎么说呢 定型也做得很好 我觉得难扣他们家的睫毛膏 虽然说是贵了一点 但是确实很有用 很好用 但是至于我买完 就是用完这个以后 会不会买它的正品啊 有待商榷吧 因为我手里还有其他一些 评价的一些睫毛膏 我准备用完以后再试用它 好了 终于讲完了 刚才呢 就是我十月的最爱 那么欢迎大家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之后呢 会有更多的 关于彩妆和护肤的 视频送上 大家有check我之前 我上一个上传的video嘛 就是一个关于精华的一个collection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谢谢 拜拜 有时候呢 我会把它和它加在一起哦 怎么用呢 就是上完你的 感兴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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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呢 我所以我认为变得更多的 感兴趣的感兴趣就要是 您的感兴趣是